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祖法正专注地制作着传统的伊朗煎饼 他的双手熟练地摆弄着食材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面团在他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 逐渐变成一个个美味的煎饼 哥哥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着阿祖法制作煎饼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温柔和欣慰 自从找到阿祖法以后 他的心中便充满了喜悦 他看着阿祖法脸上渐渐增多的笑容 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 阿祖法的生活 因为哥哥的到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每天他都能开开心心的生活 不再被孤独和恐惧所困扰 哥哥对他的关心无微不至 仿佛他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 哥哥现在正在给阿祖法建造厨房 这个决定源于他对阿祖法深深得爱 他深知 随着天气慢慢变了 冬季的到来将会给阿祖法的生活 带来诸多不变 如果没有一个厨房 阿祖法在做饭的时候将会非常冷 而有了厨房 阿祖法就可以在温暖的环境中做饭 享受烹饪的乐趣 哥哥用心地设计着厨房 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 他选择了坚固的材料 确保厨房能够抵御寒冷的清洗 在厨房旁边 哥哥还为阿祖法建造了一个浴室 这个浴室的出现 让阿祖法和孩子们的生活更加方便 以后 不管是阿祖法还是孩子们 在洗澡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舒适和温暖 哥哥的这个举动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求 更是为了给阿祖法和孩子们 带来一份关爱和呵护 哥哥的努力和付出 让阿祖法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他知道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哥哥都会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为他遮风当雨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阿祖法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阿祖法看着哥哥忙碌的身影 心中充满了感激 他知道 哥哥为了他和孩子们 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他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他想象着未来的生活 在温暖的厨房里 为家人准备美味的饭菜 在舒适的浴室里 洗去一天的疲惫 他知道 这些美好的画面将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 阿祖法也在不断地成长 他学会了感恩 学会了珍惜 他不再抱怨生活的不如意 而是用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一切挑战 他知道 只要有哥哥的陪伴 有家人的支持 他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而哥哥的关爱也不仅仅局限于厨房和浴室的建造 他还关心着阿祖法的身心健康 时常陪伴他聊天 倾听他的烦恼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阿祖法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们是一家人 会一起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在这个充满爱的环境中 阿祖法和哥哥一起为未来的生活努力着 他们相信 只要心中有希望 有信念 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他们的故事 也将成为一段温暖的传奇 激励着更多的人 在困境中勇敢前行 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